成立已经有50年的阿尼瑟佛基督教儿童之家 在两年前的凤凰台风期间 整个院区被大水灌满严重受损 院童们居住的宿舍屋顶到现在还会漏水 台塞集团旗下的勤劳基金会 特别伸出了援手捐赠了近300万元 进行宿舍的修复工程 扑上全新的乌瓦 已经两年没有屋顶的阿尼瑟佛院童宿舍 终于不再漏水 104年的凤凰台风让阿尼瑟佛几乎全毁 强风好雨之下 5分钟之内灌进了超过3000公顿的泥水 整个院区花了超过一年的时间 还没有完全修复 台塞集团旗下的勤劳基金会非常低调 好几次私下派人来看院筒的宿舍 捐了297万铺设屋顶和修复漏水的地方 等到施工完毕 孩子们终于能够回到温暖的家 这个房子的屋是从民国58年盖到现在 被人老旧了 那么有的时候下雨的时候会漏雨 那对孩子来讲是非常的不方便 那么我们台东地区呢就是 是地震比较频繁 然后台风又比较来报道的地方 所以也是给我们很比较多的困扰了 所以我们非常感谢的就是台塞集团 他们长年来对我们一直都一个小小小小的帮助 那我们有一个管道呢 我们就试试看就跟他申请 那么没想到对我们的帮助 对我们的肯定跟支持 给我们很大的鼓励 所以他们就同意要拨这一个款项 给我们大概300万 只是问题不止宿舍 年久失修的交通车没钱太换 也是个大问题 这车领超将近2025年左右 25年 25年没有太换 因为第一个我们也很认真在保养 觉得那个车子能够使用的话 我们就尽量去使用 那当然是以安全性为优先 交通车的需求 院方实在不敢再期待勤劳基金会 再度伸出援手 只希望社会各界有钱出钱 给孩子们一部能够安全到家的运输工具 记者赖永诚 北南相报道